今天是2023年的6月18号 父亲节 我们将围绕着旧金山寺和湾区来一个一日游 现在我们从南湾开到旧金山寺 我们将游玩旧金山寺的著名景点 金门大桥 艺术宫 九曲花街和渔人码头 现在我们就去我们今天的第一站金门大桥 金门大桥是旧金山的地标 是一座悬索桥 它跨越连接旧金山湾和太平洋的金门海峡 南端连接旧金山的北端 北端 接通马林县 金门大桥于1917年设计 1933年开始施工 1937年4月完工 同年5月开始对外通行 1957年之前 金门大桥是世界上最长的悬索桥 两个桥墩在1964年之前 拥有世界上悬索桥中最长的跨度 这两个桥墩直到不久之前 还是世界上最高的悬索桥 桥墩 我们来到了金门大桥 这边有很多的游客在这里 也有旅游大巴在这里 很多的骑行爱好者在这边游玩 从停车场过来 这边有个小道 这个小道是走的 走上金门桥 那边有个单车道 可以骑上去的 都不远 都就是100到200步之间 还有了叫 然后货人开朗了一出来 这是一个观景点 比刚才那个地方开阔一些 里面一棵大松树 然后这里有两个 坐着休息吃东西的地方 对面就是美味的金门大桥 好 小姐 小姐 这花好漂亮啊 花开的挺好嘞 挺艳的 要上桥去看一看 从基本大桥上走一走 来来玩玩的车流还是挺大的 这边是有人走得到 那边是单车 这写了 人单车 单车都在左边 在左边没有他的行为 人都在这里 刚才来了 他的骑行者还是挺多的 那边单车 单车在那边 这样我说七星车 那还挺好 但是在那边还差头不及 开三个月去吧 在那里看车 进门大桥上 赶着五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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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基本大桥上 赶着五个月 那边是赶着五个月 赶着五个月 车流量还是挺大的 能感受到桥的赶着五个月 一个大瓜瓜瓜 四过去了 这就是美丽的金门大桥了 它无论是在阳光明媚的日子 还是在雾气缭绕的时候 金门大桥都永远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停靠点 旧金山艺术公 他原建于1915年 本是为了巴拉玛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所盖 当时曾吸引了1800万游客参观 但是后来呢 他被废弃了 一直到1962年才违请著名的德裔建筑师梅贝克来重新设计 我背后就是艺术公 很漂亮的景点 看这些景带着艺术公 人家的房子环境多么好 这一家这么大了还在扩建 这边还夹出来 这座仿古罗马废墟的建筑 主要是要向世人展现一个视觉上的壮观美感 玉树公主要是由一个圆顶的大厅 配上拱门和石柱 但是测词 哇哇哇 还不知道几百天马仔再信 Thompson 圈天手 bomb 还拿的巳独 前面这个梳妆 看見了没有 嗯 像一个马 像几匹马在那里一样的 像小孩子在 不一样的像是马 马屁股这个马在那里 小孩子在那爬 我现在都以为他们在骑马 嗯 那 那一套藝術的那一套月情 上次被重新的最好是一套 那一套 洞在里面要看 小鲜的那一套 你不可能会变得失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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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金山的另一个著名景点九曲花街 九曲花街学名就叫Lombardi街 其实Lombardi街很长 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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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这就是旧军山 著名的九曲花街 然后汽车排着队 再往下面 每天 还有交通景 现在的指挥才能够通知 这是一个单行线 只能从上面往下开 这一条街道 1941年时 现在在九曲花街 这是一个旅游森林 打开点 打开点 现在车子又开始下来了 九曲花街 一个个的汽车 这个小区的边上的富兰 你看爬墙的花 还有点特色 这是走在街边的一个小亭 各著名的景点 游人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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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大致包括从旧金山北部水域 哥德拉与哥德拉与哥德拉利广场到35号码头一带 游人马头能玩的能吃的还生不少 可以看海狮吃哈利汤 逛逛马头港口小店 还可以去坐船 去恶魔岛 官司来这里散散步 体验一下 马头风情 也很有闲情意志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 渔人马头 这个小鸟你想跟它照吗 海鸥 哦飞走咯 不好意思 这个游轮停到这个渔人马头上面 船上的人下来玩一下 他们就开船走了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旧金山 下面也有很多人 把这头骨放到这个上面 这里看后面这个恶魔岛就更加清楚了 看到没有 我们看一下后面这个恶魔岛 成为Birdo 关键地创 车车车转 完全是来到 科码冬的 这些泥 ME 我就房间 无论 汤魔岛 继继的 在Haz 这个大的石人 这个游轮 大的风啊 大的风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子有点花 这样子我的帽子都被吹掉了 帽子都被吹掉了 帽子都被吹 开了 我们后面这个台上 平满了海湿 一边吃 也会煮到对面 这稻尽 幸运的小朋友 吃大部分 有点 预备 丫头 边边 下它的排骨 牛肉的排骨 鱼肉挺好的 挺辣的 好辣啊 愚人码头游完了 我们穿过旧金山的唐人街向湾区的 斯坦佛大学进军 斯坦佛大学是一座世界著名的 私立研究型大学 它成立于1885年 是美国顶尖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 斯坦佛大学以其先进的科研成果 和创新研究而著名 它对科技和社会的发展 有座深远的影响 除了学术优势 斯坦佛大学的校园环境优美 拥有现代化的教学设施和丰富的学生社团活动 这时的斯坦佛大学成为吸引全球学者的理想学府之一 这就是美丽的斯坦佛大学了 今天刚好有学生毕业 这应该是他们刚参加完毕业典礼 正在校园里照相呢 照顾的斯坦佛 都在开香槟了 今天我们来的日子比较好 这里毕业典礼 大家毕业典礼要开香槟 这里 我给你照照相是吧 对 今天正好是他们的毕业典礼 满足都是穿着毕业的服的学者们 高高庆庆很多人还在开香槟 我们也来照照他的体系 走到斯坦佛的门庭这里 好了 好了 妈我怎么看到这个很小 我要个斯坦 你要个斯坦 要个斯坦 要吗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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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了 你做了 做了给你找找香吧 你做了给你找找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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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走到哪里啊 都可以看到一幅幅喜悦的画面 毕业的学者们 穿着学位服 笑容灿烂的 以家人朋友合影留恋 他们的眼神充满自豪和期待 伴随着一份满足的成就感啊 仿佛告诉世界他们已经迈向了新的人生阶段 家庭成员也洋溢着幸福的表情 为孩子们的成长和努力感到无比的自豪啊 有完了一天付清帖啊 现在准备来吃饭 这是留香比较好的我们喜欢吃的湖南人的店 和藤椒炒牛肉汁 水煮糊鱼 酸牛土肉汁 夫妻配片 和小草羊 这位大神 露开7.5%